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之前也有做過網上的一些生意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一個主題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開一個網上商店 究竟我們要找什麼產品和買什麼產品 今天會有幾個主題 究竟我們現在有什麼成功的案例 我們香港如果做這門生意有什麼優勢 第三就是我們究竟會買什麼產品 現在的趨勢如何 我們有些工具可以幫到大家去創這個網上的生意 第一個想說 當你第一個想到網上賣東西 你會想到什麼呢 究竟你會自己賣到 原來我在某某的廠裡拿到一些衣服 或者拿到一些韓國化妝品 或者我認識一個某某的朋友 他是做標的 我就開一間買衣服 或者賣標 其實這就是一個共通店 就是我可以拿到什麼貨 亦有一群人就會想 一來我想一間做一個很大的超市 好像City Super 或者好像Hong Kong TV Mall 但是這些巨人 我叫做巨人索 好像Amazon 這些索其實已經 當然他一開始 可能都是一個很小的店舖開始 但是因為現在去到2017年 其實Economics已經很多巨人 即這些巨人已經開始了他的生意 如果你做一個商店 如果是什麼都賣的 就是一些大陸的東西 可能又賣衣服 又賣化妝品 這些店舖其實已經很多 亦都有很多很知名的店舖 例如香港賣衣服 又賣衣服 如果賣一些超市的 可能有Hong Kong TV Mall 但是究竟我們應該要賣什麼呢 我之前都做愛媽媽 賣BB產品 但是這些產品 其實當時我們一想 我們當時就想 不如買一間一站式的BB的超市 當然當時就有好又不好 因為很多產品 可能已經一田或其他地方都賣了 其實最好賣 可能有20%的產品 是佔了我們八成的生意額 那究竟我們應該要賣什麼呢 我待會跟大家講一下 好 現在我想跟大家 有幾個案例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有一間叫做Korla 這間公司是香港和澳洲的 它賣什麼呢 它是賣一個床褥的 一床褥大家會想起 一開始 現在你平時買的床褥 說的是兩萬元或一萬元左右 但是因為很多產品 很多一半的成本都去了 展示室 因為香港租貴 一個床褥這麼佔的面積這麼大 所以其實一半的成本去了展示室 這間公司是怎樣呢 它可以將床褥捲起來 它的賣點便可以免費送給你 即是送到你家 它大礦平均的床褥 如果一個Kingsize 都在說三百八千元港幣 這個公司其實它非常之成功 因為它現在做到國際 都可以賣到床褥 其實如果大家不知道 可能一田或吉枝棗 其實你見到 你猜一下有甚麼最好賣 我給大家想想 其實最好賣是一些床上用品 例如床單、床鋪 因為這些產品 很多時候 例如我自己有小朋友 可能不是買一套 可能是買幾套 還有一個人一生 你究竟換了多少個床褥 你自己可以計算一下 亦都它們的價格很高 而且這些產品又不會過時 其實這個Kingsize 是蠻好做的 我講了第二個 有些想法都蠻好的 例如這個 可能按月收費的模式 買一些日本的零食 你覺得我們香港很簡單 就是去一阿信屋 或者就買到這些東西 或者很容易 access 但是原來其實很多國家 都很難去買到這些零食 例如馬來西亞 因為它們入口上很貴 如果它們在商場買 譬如一些日本的零食 其實很貴 有一間公司 這間叫X-Pack 它就怎樣呢 譬如我在加拿大回來的 它可以幫我每月就在加拿大 搭一些加拿大買到的零食 其實這是一個按月收費模式 它不是買一次 是每個月都可能都會訂閱 其實效果不錯 這個就是Catalyst 這是一個iPhone電話的Case 賣點是什麼呢 跟一般iPhoneCase很不同 它們賣點就是防水 它可以潛到5米深的水 還有它做一個Txt 可以2樓滴到街都不會懶 賣點就是這樣 一開始這間公司 都是在幾年前開始 我覺得這間公司 它的Case又不是做得太噁心 而且它很薄 亦都可以做好防水的效果 其實其實它的上市 試想一下 很多人做運動 游水、滑水、爬山等 這種人 其實這個組織也有很大量的群組 所以它的銀生羅 在當局做了的產品 就解決了它們的問題 另外一間叫grana 這間公司是在香港基礎的 當時他們想入口一些優質的原材料 例如在庇佬 他們入了一些原材料 在香港做製衣 他們專門賣點就像UNIKEL賣休閒服 但他們成功在甚麼呢 因為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入口水 入一些原材料又不用水 有很多出口 又容易 因為他們在香港 如果運送去外國 他們有很多門檻也很容易運送 香港做e-commerce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e-commerce給阿里巴巴投資了一千萬美金 其實Richester 現在搬了一個倉 有一萬八千多呎 其實已經做到很大很大 但都是比香港 所以我覺得香港可能有某程度的優勢 做這些的e-commerce 另外一家就是Casedify 他們做甚麼呢 例如你可以上載一些 Instagram的照片 或者你自己有些照片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自製的 iPhone Case 或者是你的電話 Case 他們也有很多很獨特的 iPhone Case 其實他賣點就是很多 很多Case 但他也是基於香港 所以看到原來香港有很多 這些這麼獨特的 e-commerce 不僅只有 Amazon 或微米 很多基於香港做 e-commerce 都非常之成功 所以我覺得香港是有一個絕大優勢做這件事 亦有一間叫Horbit King 他是買一些遙控飛機和遙控車的 其實你不要看他的公司 其實他的網站可能比較畢竟 其實當時我有朋友在這裡做 其實他在說 每個月的銷量最高 即當年 他可能是超過百萬美金 他在全球拍攝了很誇張多的銷量 現在當然多了很多遙控無人隔鎖機 但之前只有他一個人 只有他一間這麼賣的 亦都是全球最大的 他都是基於香港 他原來都很成功 在香港我看到了幾個 這麼好的案例 剛才說了很多案例 現在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什麼工具大家可以開始 如果你沒有一點的想法 其中一個就是Google Channel 其實Google 趨勢 他就可以做什麼 如果你去Google Trend 我在Trend.Google 我忘記了 其實你只要想要網子 其實他可以找到什麼 就是現在市面上 最多人搜索的關鍵字 他可以索敗不同的國家 當你找到譬如英國 他可能知道 原來最多人現在 沒有問題在說這些 可能美國 沒有說英國 美國最多人搜索特朗普 因為原來特朗普的公仔 可能突然間 那麼多人搜索這個公仔 你記得當時有個公仔 不是很好賣嗎 當時就是 這個TUROS 我幫你當時最熱 人力最高的關鍵字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TUROS 找到一些想法 他亦都可以展示到很多 關於過去一年 最多人搜索的什麼 你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些想法 另外一個就是T貓 我覺得T貓 除了你買東西之外 有一個東西非常好用 就是你可以看到某個產品的分類 例如你看到一個小朋友的益智遊戲 這個遊戲你可以進去之後 你可以購買它的銷量 這個銷量也是過去以來 最好賣的產品 很多這些產品 我正在展示一個積木 這個積木 可能過去一個月的成交 已經有十二萬筆 即有十二萬單的交易 其實很多這些產品 你覺得可能中國有這件事 其實很多外國是沒有這件事 其實你中間可以吃了一個差 其實很多這些想法 很多人因為我看到外國有很多店 都在賣淘寶的東西 或者T貓 也都非常好賣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數據工具 其實是T貓 我覺得這兩個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有興趣 想想將來我們可能會有個分享會 或者一些的班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這個Facebook留言 或者去Subscrib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如果大家有什麼興趣想知道 關於創業 關於任何東西 關於網上做生意 或者這些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以有這個Idea 知道你想知道什麼 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下 下一課會不會繼續講這些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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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